苹果刚刚推出了Vision Pro 它是一款头戴式增强现实AR 与虚拟现实VR的混合现实设备 被认为是苹果公司 进军增强现实领域的一部分 它使用了苹果的M2芯片 还有最新的增强现实R1芯片 拥有超强的计算能力和显示技术 可以提供沉浸式的增强现实体验 有很多博主受邀到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并体验了Vision Pro 大致上都是好评 还有人把它誉为 人类下一个技术起点 大家好 我是丁丁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苹果最新发表的Vision Pro 它的优缺点 以及它是否就是人类的技术起点 苹果Vision Pro是一款头戴式混合和RVR的一体机 通过操作系统Vision OS独立运行 它采用了12个内置摄像头 Vision Pro能够实施捕捉周围环境 并将真实世界的图像 显示在头戴式显示屏上 它配备了高分辨率的屏幕 有2300万像素 而苹果表示像素密度更达到了iPhone的64倍 相当惊人 这种增强虚拟现实技术 使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与真实世界进行互动 增强了沉浸感和逼真度 苹果Vision Pro不需要任何手柄遥控来控制 因为它配备了先进的手势识别和视线追踪技术 使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手势和眼球动作 进行控制和导航 这种直观的交互方式 增强了用户与虚拟环境的互动体验 它前面有两个主前置摄像头 两个朝下摄像头 两个侧面摄像头 两个红外照明器 一个Lighted扫描仪 和一个True Depth摄像头 这堆摄像头和传感器都是用来扫描 和拍摄使用者的周围 当然也是用来捕捉使用者的手部运动 它内部也有一堆的红外线传感器和LED照明器 所以它的眼球追踪相当精准 通过红外线传感器定位你的眼球 基本上你看哪里 无论那个物体多小 哪里就会显示高光 而你只需要用手指轻轻确认 就可以完成操作 超级方便的 Vision Pro还提供沉浸式的音频体验 通过内置扬声器 用户可以享受立体声音效 为虚拟环境增添更多的感官刺激 假如你使用Facetime 如果把窗口移到右边 那声音也会从右边传来 这也增添了更多真实感 诶 等一下 我又没把手机摄像头对准我的脸 别人怎么在Facetime看见我的脸呢 苹果这次又玩了一波大的 它用3D扫描用户的脸部 建立一个脸部模型 然后用机器学习来摸你面部表情 可是实际体验起来 感觉就 很奇怪 就没真人互动好 毕竟这脸部模型 感觉就像游戏里的人物 逼真效果还有得加强 在Vision Pro观看相册的照片时 你还能开启180度环绕你的全景区面屏 它也具备了3D摄影的按钮 让你能拍摄空间照片 拍摄出来的质量和真实感也非常的好 2300万像素分辨率真不是改的 观看电影也是非常震撼 当眼4K的清晰度色彩非常漂亮 而且当你开启影院模式 屏幕就会自动调整合适的位置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调整屏幕大小 如果你选择置身于VR场景观看电影 在你面前犹如漂浮着一个30米宽的巨大荧幕 体验感绝对震撼 Vision Pro能在i2和VR里随时切换 通过由旋转Digital Crown来操作 当你身处VR场景时 如果一个人向你靠近 而你往那个人的方向看上1到2秒 它就会慢慢浮现在你眼前 你的眼睛也会慢慢显示出来 当你转过头 它又会慢慢消失 这点我觉得苹果做得非常好 不过玩恐怖游戏的时候 这功能最好关掉 不然一个脸出来还不把你吓死 Vision Pro不仅是用于娱乐和游戏 还可用于办公设计和模拟等领域 它有一点非常吸引我 就是当你看着你的MacBook几秒 它就能显示出Mac的大荧幕 还能直接使用里面的软件 你甚至可以从Messenger里收到的3D文件 在R里展开出来 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创造性和使用的平台 让他们能够在虚拟世界中 体验和探索各种场景和应用 Vision Pro和过去的对手相比 其顺滑程度绝对可以吊打市面上任何一款VR头照 苹果并没有公开它的刷新率 不过体验感觉上是120Hz 因为感觉不到延迟和卡顿 设计方面 Vision Pro采用了铝合金和人体工程学设计 绑带质量也非常好 它的透气和拉伸性确保佩戴舒适 并能适应不同头部尺寸和形状 绑带也可调节 以提供个性化的佩戴体验 好 说了那么多优点 现在来说缺点吧 刚看到Vision Pro推出时 我还以为是针对Microsoft HoloLens来的 过后发现它并非真正的HoloLens竞争对手 Vision Pro头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AR头盔 它更像是一款以VR为主导 利用摄像头模拟AR体验的头戴设备 也被称为增强虚拟现实 AVR 在苹果预告里看到一个女生戴着Vision Pro 而且还能看到她的双眼 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眼睛 而是Vision Pro内部的红外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再把它投影到Vision Pro外部的荧幕上 违和感还是蛮重的 真正的AR头罩如HoloLens 不是通过屏幕来增强你的现实体验 这些头罩和眼镜通过投影虚拟元素 到透明或半透明的面板上 让你仍然可以用肉眼看到真实的3D世界 即使使用了苹果的12个高清摄像头 通过屏幕观看世界 无论像素有多高 也无法真正体验那种真实感 苹果试图将Vision Pro头罩 定位为在户外或与朋友一起使用的头戴设备 但对于一个封闭式头盔来说 这就有点搞笑了 VR头盔的本质是反射胶的 戴上VR头盔 现实世界将与你隔绝 你也无法用身体与现实世界接触 而Vision Pro似乎也还未改变这一点 戴上VR头盔就像戴上耳机一样 如果你关闭了AR 外界无论如何都无法打扰你 除非你愿意让它们打扰 当然我并不是说戴上HoloLens就能完全体验生活 HoloLens体验感远不如Vision Pro 它会卡顿使用起来不顺畅 虚拟画面也没那么真实 但与Vision Pro相比 它更接近最终目标 成为一个真正的环境增强AR头罩 如果苹果使用HoloLens作为一个基础 再从基础上加以改进 或许就能造出真正意上的混合和RVR头罩 第二点是Vision Pro还是属于封闭式的头罩 长时间佩戴肯定感到不适或有出汗的问题 此外使用头戴是VR头罩 通常会对眼部施加一定的压力 可能需要适度的休息时间 或许有很多博主会反驳我 我体验了30分钟都没感到不舒服啊 但是你要记得 Vision Pro是一个多功能头罩 它是能够用来看电影 办公玩游戏 这意味着你买了它 一定会长时间使用 30分钟没问题 但是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八个小时呢 我对着电脑屏幕 两个小时都已经头晕了 更何况Vision Pro是封闭式的设备 所以这里HoloLens又占了一个优势 最后一点是价钱 一个头罩售价3500美金 实在是太贵了 苹果所定的很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的市场 不过也可能是我个人问题 人穷啊 没办法 但是这项技术成熟后 或许价格会大幅调低 就像市面上的手机一样 看完了优缺点 我还是想说 苹果这次真的赞 方方面面都做得特别好 尤其是那个眼球追踪的准确度 真的太神了 不过要是它能从HoloLens的技术下手 或许效果会更好 好 问题来了 Vision Pro是人类的技术起点吗 答案是 No 人类技术起点是指目前人类还想象不到的 一种假设的未来情景 即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的发展 达到了超出人类所能想象的水平 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阶段 要达到人类技术起点 需要整个科技界的集体努力和多个领域的突破 像我上一期讲的星际旅行 人类如果制造了曲率驱动引擎 或利用虫动来星际旅行 这也是一个技术起点 因为你没想过 人类有一天会把它做出来 我不否认Vision Pro在技术上的突破 但它仍然只是人类技术起点的一小步 而非革命性的巨大飞跃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人类到达下一个技术起点的重要里程碑 或许在未来 这种技术能直接在我们的眼睛中显示 日常打电话 发信息 看电视 上网 我游戏 办公 全都在一个眼镜里搞定 虚拟旅行也可能变成主流 你不需要购买昂贵的机票和酒店住宿 只需要切换到VR场景 你想要到巴黎 威尼斯 甚至是火星旅行 都能实现 到时 智能手机 电脑 电视机 游戏机 也全都不需要了 这或许就是人类的未来吧 我忘了说 苹果预计在明年会正式售卖Vision Pro 有兴趣的朋友 还要多等一下 明年有机会拿到一台真机 我再来试试它的全部功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你们对Vision Pro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 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